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来关心气象资讯 节目两天西南风的影响 在迎风面的中南部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而在被封侧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则是午后雷震雨 并且要注意高温炎热的状况 而且在东南部还可能会出现焚风 昨天在台东太马里就因为焚风温度飙高 测到了全台史上最高温40.6度 而今天在花莲纵谷还有台东地区的气温 预测还是会有可能会超过38度 中部北部地区宜兰还有金门 也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其他地区大约是落在34到37度左右 而在礼拜三以后 因为西南风影响增加 中南部的降雨范围更大 雨势更长 甚至会有机会来到猴雨的等级 其他地区也不止捂惑雷震雨 其他时间也会有降雨的机会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联合报 葡萄牙主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生物奥林匹亚竞赛 23号落幕 我国四名参赛者 在七十六国三百零四名的参赛学生当中全获得金牌 与中国并列全球第一名 教育部国教署表示 本届是由二十名的教授组成辅导团队负责培训 历经了四个阶段 从五千一百八十七名的学生当中选出了四个人代表我国参加比赛 今年也创下了我国选手第八次全数夺金的记录 自由时报我们继续来看到台北市五月中身为三级警戒 导致街头车流量大减 但是车辆间隔拉大 反而是让抽速平全 台北市上半年交通违规数虽然下降 但是今年六月份抽速一共是取缔了四点四万件 比去年同期二点三万件增加了大约二点一万件 涨幅达到了九成 中国时报我们继续来关心疫情严峻 警方严查奖讯息案 不过大多数的法官都裁定不罚 台中和基隆各有民众因为网传政府决议 每人补助疫情援助金一万块钱 而且附上了连结 遭到警方送败 不过法官认为连结只是恶作剧的梗图 不会让人产生畏惧或者是恐慌的负面心理 所以裁定不罚 新冠疫情趋缓 昨天新增了本土十二例 境外一例 死亡人数为零 是三级警戒实施以来 首次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另外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 除了决定要把高端疫苗 纳入公费接种的计划里 也同意开放新冠疫苗混打 不过实施的时间还没有定案 国内新冠疫情再新增十三名病例数 其中本土十二例 境外移入一例 新增死亡数为零 是三级警戒实施以来 首度没有新增死亡案例 不过本土病例中台北市还是有七例 新北市有五例 其中感染源关联不明有一例 本土疫情趋缓 国内疫苗施打覆盖率 也超过百分之二十六 为福部预防接种委员会 ACIP上午召开专家会议 经辩论讨论 以认同新冠疫苗可以混打 初步规划建议 第一到第三类 打过第一剂AZ疫苗者 可优先混打 但间隔需八周以上 第二剂可混打MRNA疫苗 至于何时实施上代讨论 不是说即日起实施 这是给我们指挥中心 一个实施的方向 他建议就是说 这也要相隔八周以上 那是针对的目标群 先以一到三类来做考虑 另外ACIP也决定将高端疫苗 纳入公费接种计划 陈时中表示 届时疫苗的预约平台需重新设计 同时也要看高端疫苗的到货量 才能决定何时开放施打 至于全台仍有超过七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即将到期 陈时中表示疫苗回收计划 只是一个备案 而且已经和地方政府确认 都表示会在原定规划中打完所有的疫苗 不过陈时中表示 一旦计划不如预期 需中央帮忙消化 就会启动疫苗收回的备用计划 新北新增的确诊武力中有两人是居家隔离 筛检因转阳 利用一名住在三重个案 曾在台北车站担任清洁工 是否有接触过台北车站职场的确诊者 目前还在厘清感染源当中 三级警戒将降为二级 新北維持餐饮不内用 根据统计 新北餐饮业在三级警戒期间 营业额损失百分之六十 每月损失达四十六亿元 对此新北市针对辖内 一万七千家餐饮业者 推出防疫补贴计划 每家可补贴三千元 此为侯友也宣布 二十七号开放两千七百六十五间补习班复课 同时安排约九千位补习班员工接种疫苗 如果没有疫苗没有满十四天 或是在市没有是打疫苗 一定要拿阴性证明 外界关注九月能否如期开学 后于强调九月一号是规划开学的时间点 二十六号周一起一连三天 将安排一万八千位公司力 国高中教职员工接种疫苗 至于台北市则新增七例确诊 确诊者足迹 遍及士林市场 捷运西门站 捷运台电大楼站 台北车站加勒福等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两名确诊个案 是台铁厕所清洁工 工作场域皆已完成清销 台北市的确诊个案在七月十六号的时候 曾经到北美馆去进行参观 大概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那北美馆在七月二十四号接到我们通知之后 他们就立即决定在七月二十五号 修管一天进行内部的清销 针对台北市美术馆有确诊者足迹 北美馆二十五号宣布紧急修管 至于售票员可能接触 确诊者会扩大裁检验票员 售票口人员 记者黄杰 陈欣龙台北报道 海巡述十九号 在台南外海插获了一艘 圆蛇渔船 里面载有八名印尼 跟缅甸籍的非法移工 其中六个人PCR裁检为阳性 昨天基因定序结果出炉 一名印尼籍跟一名缅甸籍的非法移工 感染到的是Delta变种病毒 印尼籍的案一五五七六 跟一位缅甸籍的案一五五八零 两位病毒确定是Delta病株 所以这是一个突变株 是一个感染力 比较强大的一个变种病株 师傅表示目前两个人都住在负压 隔离病房治疗当中 状况稳定 而该案匡列的接触者有十六个人 因为接触时间长 卫生局也担心会有阴转阳的状况 将会定期做二筛 确保边境防疫的安全 七月二十七号全国警戒要降级 但是台中著名的乌齐渔港 这两天挤进了将近万名的游客 管理单位不敢大意 装设原流技术器 把容流人数降到一千人 至于在南投的西投园区 降级之后 住房率则是提升到了三四成 民众大牌长龙福老西幼 趁着假日好天气 几抱无期渔港 自从那个疫情之后 我也很少出门 刚好儿子说台中港买些东西 人气买气明显回升 周六几进了五千四百人购物 周日也有四千三百人 摊商各个没开眼笑 但管理单位不敢大意 设置单一出入口人流技术器 将容流人数降到一千人 分别在它的入口跟出口 设置这个红外线的一个人流技术 来掌握里面场域的 这个实际的人数 那所有的交通的入口 我们都把它管制 我觉得它的莱克数 大概有成长到六成以上 大概六成到八成 用水刀清除路面的清胎 南投西投园区二十七号起 就要对外开放 赶紧做好准备 用水刀把它清开洗掉 然后就路面比较不会滑倒这样 西投园区平常单日入园人数 大约八千七百人 现在限定三千五百人 降载四成 民众可以现场购票 二十七号之后的住房率 大概在三四成左右 那如果游客到园区 我们是建议尽量在下午三点钟之后入园 这样可以避开入园的人潮 开园后防疫工作不可少 原方提醒游客游览车 每车限二十人 餐厅也会采梅花座 设立隔板 记者杨明峰 罗隆涛台中南投报道 七月二十七号即将降级 屏东墾丁饭店业者准备了 各种防疫措施要迎接客员 而潜水业者也决定要降载接单 原本能容纳至少八百人 开会的宴会厅 为了防疫改成一人一桌 二十七号就要降级了 屏东墾丁的饭店业者 也寄出柜台放隔板 减少桌数等防疫措施 希望吸引客人安心上门 降级消息一出陆续有饭店接到八月订单 但期待降级的不止饭店业者 原本夏天人潮满满的墾丁沙滩 今年因疫情空荡荡 降级后无法全程戴口罩 或容易造成群聚的水上活动 还是禁止 但部分单人活动将会开放 人高兴也有人失望 像游泳或浮潜等容易在水面上 有交流的活动 暂时不开放 眼看暑假旺季只剩一个月 业者也呼吁政府让他们变通 可以潜水却不能浮潜 让业者无法理解 指挥中心表示浮潜的距离 比较近 担心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会再跟观光局讨论 看是否需要调整 记者陈幻宇 陈显坤屏東报道 欧洲各国陆续祭出了新的防疫措施 强制要求民众 如果你要进到特定场所的话 就必须要出示新冠疫苗 绿色通行证 或者是裁剪阴性的证明 不过这也引发了民众不满 走上街头抗议 数百位民众聚在罗马斯中心 收持标语抗议即将生效的绿色 通行证措施 意大利政府宣布 民众进餐厅逛博物馆 或看表演等场合 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 或是近日裁剪阴性证明 预计八月六号上路实施 同样在法国数千人走上巴黎街头 抗议总统马克宏推出 已经部分实施的健康通行证计划 限制为接种疫苗者 不得进入餐厅和公共场所 民众高举标语谴责 马克宏是暴君 反对可耻通行证 遭警方动用催泪弹和水柱驱散 澳洲新南威尔斯省 因为新一波疫情已实施五周封城 确诊病例却不降反增 省张表示限制措施 有可能一路实施到十月 第一大城雪梨数千居民愤怒上街抗议 要求结束封城 部分示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被捕 巴西各大城市 数万民众集体上街 抗议的原因却大不相同 他们不满的是总统波索纳洛 始终消极对抗疫情 造成国内累计超过五十四万人病故 要求将他弹劾下台 波索纳洛疫情以来严刑备受争议 近日更是贪污丑闻缠身 不但二零二二大选连任有困难 更有可能在选前就被弹劾下台 公事新闻林秀如编译 夏天到海边游泳是很多人喜欢的户外活动 但是对于身杖人士来讲想要自由去游泳相当困难 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处海滩就在当地市府的政策之下 为身杖人士打造了适合玩水的环境 操纵电动轮椅在海滩的木栈道上跑来跑去 七岁的西班牙男孩麦克斯因为脑性麻痹 从小就不良渔行 也无法下水游玩 但是这一天因为当地市府提供的生长服务 让他能够开心地跟家人一起到巴塞隆纳的伊卡利亚海滩玩水 很快 bra 并开心地 這裡是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伊卡利亞海灘 為了健全生長人事政策 當地師傅在這裡提供專門設計的更衣室 水路兩用椅還有起重機 跟九名經過專業培訓的救生員 協助生長人士下水遊玩 儘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要到海灘遊玩必須提前預約 但是對能夠游泳卻很難自行下水上岸的人來說 這項博物讓弱勢族群相當滿意 58歲的生長人士納提因為使用一隻 如果沒有人協助 善於游泳的他就無法自行下水跟上岸 目前這項服務已經協助了數千名聲長人士下水遊玩 也讓越來越多的生長人士 喜歡到這裡來親近海洋 過日新聞陳盛秉 希臘的一隻流浪貓咪薄修斯 因為一場事故只剩下一條腿 首先在受醫師蘇菲亞的照料之下 他不但撿回了一條命 還裝上了高科技的一隻 現在他行動自如 跟一般的貓咪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流浪貓薄修斯一起生 四隻踩在地板上 發出不尋常的摳摳聲 去年他遭逢一場不明事故 不幸失去了三條腿 還好當時緊急被送往 拉里薩一家受醫院急救 不但被受醫師蘇菲亞 撿回一命 還被裝上最新的高科技藝支 行動自如的薄修斯 幾乎和一般貓咪沒有差別 苏菲亞推測薄 薄修斯應該是被車撞傷或是陷入運轉中的汽車引擎 目前他已經歷過三場療傷手術 以及四場裝設抑制的手術 過程漫長又辛苦 他與Bio3D Vet工程師團隊合作 幫薄修斯量身打造泰金屬一支 並以3D列印技術打造塑膠腳爪 有所謂的通訊 有用不止的 有所謂的 例子咱們公社會 有受騙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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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謀言 亦有的 要求 你可以 為止 要求 我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蘇菲亞收到許多想要認養伯修斯的請求 不過她相當猶豫 一來伯修斯適應了受醫診所的生活 二來裝上了醫治後 還需要定期更換爪子等特殊照護 加上也不曉得伯修斯想不想離開 或許蘇菲亞沒說的 是她自己也捨不得 公視新聞 林秀如編譯 茶油車引擎減排的常用方式之一 就是在廢氣排放之前 有儲存槽注入稀釋的環保尿素 不過歐洲三大車廠被歐盟認定 在設計尿素儲存槽的大掃和注入容量方面 涉嫌聯合行為違反了反托拉司法 遭到裁罰的車廠全都來自德國 包括所謂雙B的賓士B&W 另外還有福斯汽車以及旗下的保時捷 和奧迪品牌 汽車的柴油引擎廢氣 含有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質 為了降低排放量 業者除了研發油電混合引擎 常見的方法還有在廢氣排放前 注入尿素到廢氣處理槽 處理後再排放到大氣中 歐盟執委會認為 汽車業者在設計柴油引擎時 對於最終的碳氧化物排放量 只求達到歐盟法定的標準 而沒有追求更高的門檻 同時業者還試圖共謀 在技術上互相約束 使用接近的環保尿素比例 構成聯合行為 違反了反托拉司法 動用反托拉司法 裁罰業者在歐洲早就不是新鮮事 但以往對於所謂聯合行為的認定 通常是指在定價上相互串通 這次以技術面來認定違法 堪稱是空前的先例 引發業界震撼與強烈反彈 被罰最重的福斯汽車發表聲明指出 業界的確針對車用環保尿素的裝置與運作 進行過技術溝通 但從來沒有付諸行動 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有車主因此而受害 福斯汽車表示 歐盟執委會的裁定 已經超越司法管轄應有的界線 因此他們正在考慮 向歐洲法院提請訴願 希望未來汽車製造業界 能有明確的規範得以遵循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 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我們要 今天的空气如何呢 一起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